来跟妈妈聊一聊吧 好吧 来 把第二现场打开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您干嘛戴着墨镜呢 我因为是做生意的 我在生意场有很多的朋友 我别人让人看到我 但你这事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啊 因为我不喜欢我女儿交的男朋友 你女儿把她夸得像花似的 你怎么那么不喜欢 给她丢人了 因为他们家的条件 和我们家的条件 非常非常的不般配 所以我就不同意 我一直反对他们俩的来往 我特别想再问一下大姐 林川拿了那二十万吗 对 她拿了我的二十万 不可能 因为你出差以后 我先给她纪约出来了 我说我给你二十万 你跟她分手 她跟我说 她说阿姨 我不会跟珊珊分手的 可是没想到过了几天以后 她给我打电话 她约我出来 她说阿姨 你给我二十万 我跟珊珊分手 从此以后再也不打扰她了 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吗 那我在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找她 肯定是你逼走她的 从一开始你就反对我们在一起 珊珊 我跟妳说过多少次了 妳知道吗 妳们光有感情有什么用啊 妳妈妈逞天为忙 为了为这个家忙 妳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吗 有钱又能怎么样啊 我们俩在一起开心 我们俩在一起快乐就好 妳每次都是钱 你就是这样 妳有点骗子 我不想让妳到她们家 就背负着家庭负担 我可以跟她一起努力 那我问一下 那您今天来是为了什么呢 我的女儿跟林川分手以后 一年多了 把工作也辞了 成年关在自己屋里 抽烟 喝酒 有一次她开也没气 她要自杀 幸亏那次我回了几时 我真不放心她 不是 您今天来是要把她带走吗 我今天就是想把她带走 不让她在这儿 跟林川见面 那您的意思是 不希望林川今天出来是吧 因为她拿了我们家的钱 所以我不想是在这儿 女儿再跟她继续来往了 你们在这儿炸炸呼呼 把你们家说的好像是黄金贵族 黄金贵族又怎么样呢 你天天吃的饭不跟我们一样 你住房子不是住一间 你走了你最后不就一小盒子 你能有多牛啊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今天来干什么 主要有两个目的吧 第一个想澄清一个事实 因为我不想背着一个二十万的黑锅 说吧 当时珊珊出差 还没有几天 然后她妈妈就把我约出来 我就奇怪 她妈妈怎么会把我约出来 因为我平常就跟她关系不怎么好 当我们在一个包厢里 她妈妈拿出两样东西 她妈妈让我和珊珊分手 然后就可以拿走二十万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离开 我不可能拿钱来侮辱自己 所以我觉得离开 当时离开是最好办法 她不是说过了几天之后 你又拿了那二十万 没有 我一毛钱都没拿过 先转声鼓励一下吧 我就知道你不问你 好哥们啊 好爷们 第二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珊珊 想来帮助她 从过去的阴影里面走出来吧 她的阴影就是你嘛 所以我想让她放弃过去 我最后再问一个最重关键的问题 这一年 你有女朋友吗 我确实交一个女朋友 有多久了 我们认识半年后再一起 我不相信你 我有女朋友 我不相信 你肯定是怕我妈妈再阻止我们 我妈妈今天来了 我跟你一起去说 她肯定会同意了 她不会再阻止了 我跟你一起去说 你妈妈说在第二现场有话要说 而且特别激动 告诉我们颠导 来 我们看看你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来 珊珊 她不可能有女朋友了 我跟她戴近两年了 我不知道吧 我也不信 但是话说来 让她把女朋友带出来 让你也死心 省得让你这一年多周当中 你这么折磨自己 因为她死了几次 她知道吗 她在报复谁呢 报复咱们娘俩呢 对不对 苏大姐 她为什么要报复你啊 她认为我给她二十万块钱 她拿到我钱了 所以说我现在 她要报复我 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刚才王林川说的是事实吗 她是不是跟你嘴里面所说的 拿了那二十万 她拿了没拿 你说事实 你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你说是不是事实 我是为我的女儿做的 你先说 她说的是不是事实 她说的是事实 我需要让她离开我的女儿 我不想让她跟我的女儿 跟她一起了 我不喜欢她们俩在一起 你不喜欢她们在一起 你没有资格拿钱去羞辱她 也没有资格在这儿指责 她是个坏男人 是你让她和女儿分的手 她可以谈女朋友 你好 事实好 作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川女朋友 我叫刘旭 今天来到这里呢 因为我觉得 深深是一个好姑娘 我希望她们能放下 放下以前的事情 这样对大家以后都好 别说了 你这样为了我们家钱才来的 是不是 我为你们家钱 你才离她山来一年多 你就交了女朋友了 你心里有我们珊珊吗 我为你们家钱 我当初就拿了那二十万 这一年当中她过的什么日子呀 你知道吗 阿姨 你想这么说 你这么做的吗 阿姨 你别说了 你自己看 走 走 阿姨 你别说了 你拿 你拿了够了没 你自己看了 今天这个局面 是不是你造成的 不是林川会有女朋友吗 不是 我跟林川脑散开了 你总是为我好 你能不能放手 让我自己去尽上我的幸福 女儿啊 妈就是为了你好才这么做的 不是为你好我能这么做吗 你总是为我好 为我好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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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一个林川 两个林川 我都不可能让她跟你在一起 你放心好了 我不可能让你在一起的 你别说了 现在是林川不愿意跟她在一起 您搞错了 您一把年纪 我们非常尊重 您是个长辈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儿 保持一种尊重的心态 不跟您争执 但并不代表 你可以为所欲为 我现在只让山丹离开的就好了 她既然有了女人了 我们山丹离开的 可以吗 我告诉你 大姐 之所以跟女儿畜生这样 有一点 永远没有学会尊重人 不尊重林川 拿钱去羞辱她 更不尊重你的女儿 让她不能够自由地选择生活 所以您还是先下去 您让您的女儿 自己来选择自己的生活 您尊重一下她 可不可以 她已经成年了吧 好吧 好的 谢谢啊 是这样的啊 姗姗毕竟等了你一年多 在这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 无论是如何地颓废自己 和折磨自己 她始终是有一肚子话要宣泄 我觉得你不管是作为 一个男人 一个朋友 或者她的前男友 你都应该听她说一说 你可以让她 把这一年的话 跟王林川说一说吗 可以 可以吗 你还需要接受 姗姗的倾诉吗 可以 好 那你跟我到一边来 来 姗姗请站到你的位置 王林川请站到你的位置 接下来是 姗姗的告白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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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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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